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上世紀80年代 安倍晉三的父親 日本時任外務大臣安倍晉太郎 長期擔任安倍派的會長 目前 在自民黨的內部 安倍派是第一大的派閥 擁有60名眾議員 以及35名參議員 所以即便此前退休 但通過自己的派系 安倍晉三依舊可以左右自民黨 以及日本政壇 讓人沒想到的是 這位67歲的前首相在近日去世 而且沒有留下子嗣 按照安倍晉三的家族傳統 如果有個一男伴侶 一定會將其培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 可儘管安倍晉三沒有子嗣 但安倍家族的政治野心不會滅 這個重擔似乎就落在了安倍家族唯一的高官 擔任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的身上 安倍家有三個兄弟 老大安倍寬信 老二安倍晉三 老三岸信夫 兄弟三人中 安倍寬信並沒有從政 目前是三陵商事諸事會社總裁 在三兄弟中負責搞錢 兄弟三人中 老三岸信夫本應也姓安倍 因為安倍晉三的舅舅岸信和沒有子嗣 所以在岸信夫幼年時就過繼給舅舅當養子 改姓岸 岸信夫到了岸家後 被岸信和視為己出 從小接受精英教育 讀的幼兒園 小學 中學 高中 都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大學的附屬學校 1997年18歲的岸信夫考入慶應大學經濟系 他去政府機關取戶籍登記資料時 驚訝地發現貨口本上寫著陽子二字 岸信夫當時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為此大受打擊 整整鬱悶了一個月 一直埋怨家人 為什麼不告訴自己 四年後 岸信夫從慶應大學畢業 進入日本前五大商社之一的駐有商事諸事會社古物部工作 曾被派往美國 越南 澳大利亞等國工作多年 雖然岸信夫從商多年 可他骨子裡畢竟留著安倍家族的政治血液 一直想找到合適的機會能夠棄商從政 2002年 岸信夫離開工作了20多年的駐有商事 準備進軍政壇 他前前後後努力了兩年多 終於在2004年7月作為自民黨候選人 當選參議院議員 而此時 安倍晉三已經在政壇摸爬滾打多年 當上了內閣官房副長官 並因對朝問題的強硬態度而出盡了風頭 被視為小權純一郎政權中最惹眼的政治新星 儘管岸信夫的政治成就比不上哥哥 但他還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從2008年起擔任防衛廳政務官 正所謂打虎親兄弟 上陣父子兵 安信夫和安倍晉三之間也是如此 2012年 安倍晉三參選自民黨總裁 安信夫處處衝鋒在前 拼命為哥哥造勢 後來 安倍晉三當選自民黨總裁 安信夫得意地對身邊人說 今天僅僅是自民黨新領導人選舉出來了 並不能一直高興下去 總裁選舉結束了 但是真正的戰鬥卻剛剛開始 2012年12月26日 安倍晉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 也開始暗暗為弟弟鋪路 安倍晉三先是在改組內閣時 把安信夫放到外務省副大臣的位置上 還多次拉著安信夫參加聚餐 打高爾夫球 向自己的支持者們力踐安信夫 幫他拉議員選票 此外 兄弟倆還很熱衷參拜靖國神社 安倍晉三剛當選首相時 曾被記者問到參拜靖國神社一事 他只表示自己不會正式參拜 但不排除秘密參拜的可能 2013年12月 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引發國際輿論的不滿 當天下午 安信夫被叫到安倍晉三的首相辦公室 兩人密談近一個小時 雖然談話內容不得而知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 靖國神社是必然的話題 後來 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要求日本和鄰國搞好關係 迫於他的不滿 安倍晉三緊急派出弟弟到美國為自己滅火 雖然幫哥哥做了說客 但安信夫自己也曾多次前往參拜 此外 安信夫還是跨黨派議員聯盟 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成員 近幾年 安倍晉三的身體狀況不佳 因其膝下五子 安倍家族政治繼承人的事情 再次成為楊子的心事 曾在安倍晉太郎身邊做跟踪報導的記者透露過 楊子夫人最大的心願 是不能斷絕了岸家和安倍家的政治血脈 雖然她成功地讓兒子做上首相 但總是對她的健康狀態放心不下 楊子夫人總想著趁自己還活著 要為家族再培養出一位成功的繼承者 很快 楊子將目標鎖定在了安倍晉三的哥哥 安倍寬信的長子 安倍寬人 以及安信夫的長子 安信千世兩個人身上 最初 楊子想選安倍寬人做繼承者 安倍寬人畢業於慶應大學法學系 有著和叔叔有同樣的愛好 射箭 安倍寬人在高中和大學時是射箭部的成員 安倍晉三也精通射箭 他曾特地送給侄子一副新的弓箭 手把手地教侄子射箭 不過 安倍寬人最後在家族期待和自我理想中選擇了後者 他放棄做安倍家族的第四代繼承人 決定在律師道路上走到底 他還對媒體表示 即便將來實現了律師夢 自己也不會轉行做政治家 而安信夫的從政之路得到了安倍晉三的大力支持 成為安倍晉三的左膀右臂 所以 就在安倍身亡的第二天 美國防長奧斯汀就拨通了安信夫的電話 在電話中 奧斯汀大吹安倍晉三 大膽而富有遠見 把美日同盟關係推向新高度 留下一個更安全 穩定和繁榮地區的遺產 而美國防長不僅僅是吹一下哥哥的政績 給安信夫打這通電話 就是向安信夫提個醒 如果你聽話 繼續給我們美國打工 我們支持你當好安倍的接班人 如果不聽話 我們就 不過 值得注意到的是 安信夫的政治生涯不一定那麼順利 因為安信夫的腿腳十分不好 出入得靠輪椅 據傳是骨關節方面的顽疾 安信夫沒有公開回應過他的健康問題 但工作人員跟媒體打了招呼 防衛大臣的健康話題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希望不要拍攝大臣做輪椅的畫面 2020年 安信夫剛上任防衛大臣 視察仪仗隊 美主拐杖 正常行走 2021年8月 安信夫被拍到乘車去針灸診所 從車上下來後 他得扶著車身來支撐身體 一名政客有健康問題的話 首先直接影響他的政治生命 安倍晋三曾經就因為健康問題而辞去首相職務 拍到照片的媒體曾向安信夫辦公室詢問 工作人員只回應 腿是有些問題 遵醫主才用拐杖的 對工作沒有任何影響 被拍三天後 安信夫拐著拐杖去禁國神社參拜 一週後 媒體很輕易地拍到 他由大兒子安信謙氏陪著在家附近散步 做康復鍛鍊 似乎真的問題不大 是鍛鍊鍛鍊就好的毛病 2022年 日本首相已經從親哥哥安倍晋三的老管家菅義偉變成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這個人大概給了安倍意想不到的驚嚇 看似當傀儡的家選 結果上台後就一改低調左派 要把首相寶座做得穩穩當當 有了這麼一個一把手 安信夫那邊跟媒體打過招呼也不好使 他被爆料 一根拐杖已經撐不住了 現在得兩根拐杖 雙手撐著才行 半公開說法 安信夫是骨關節有毛病 但防衛省內部開始吐槽 開會時眼神涣散 有時會出現口齒不清的狀況 5月底 安信夫出席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答辯會 他坐著輪椅進會場 到了答辯席上只能坐著答辯 正常情況下 都是站著答辯 這回算是首次把他的輪椅畫面公布於眾了 同時也印證了先前的永田丁謠言是真的 防衛大臣安信夫已經坐上輪椅了 病情比較嚴重 不是骨關節問題那麼簡單 不難看出 永田丁那邊有兩股力量在鬥法 有人很希望大家都知道安信夫得了重病 也有人很不希望被人知道安信夫的病情 按理說身體不好 應該讓險給別人 但在目前的形勢下 安信夫是安氏家族和安倍家族裡唯一入閣的 而母親楊子作為前首相的長女 輔佐了自己的丈夫當外相 二兒子當首相 又為小兒子忙前忙後 他清歌安倍晉三 擠上幾下 盤踞首相寶座 不曾想 假傀儡岸田文雄上臺後揪路征容 安倍晉三難回首相寶座 弟弟安信夫的防衛大臣意志更像是岸田上臺之初的嗜好籌碼 安信夫不能輕易告病回家 得站著坑 因為安倍晉三夫婦沒有子嗣 所以安信夫的大兒子安信千世身上擔負了安氏家族和安倍家族繼承世襲政治勢力的厚望 安信千世大學畢業後 入職富士電視台當記者 2020年10月辭職 給父親安信夫當秘書 一樣是給政治家當秘書 一種專門在出大事時頂鍋 一種就是安信千世這樣 屬於政治世家的從政鋪路常規操作 等把兒子培養成熟了 去競選一元成功後 老子就把政治資產交給兒子 完成世襲網替 安氏家族和安倍家族兩大政治豪門的繼承人才當了兩年秘書 距離羽翼豐滿 還太遠 他爹哪怕死而後移 現在也得鞠躬盡瘁的 能占多久是多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